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拆分为不足1万美元的较小数量 而多次存入银行是犯罪行为 这被称为结构化拆分现金交易罪 很多美国华人为了规避申报 喜欢偷偷把手上大量的现金 分批存入银行 其实 这样很容易被国税局盯上 早期曾有报道 持美国绿卡的华人朋友 在伊州南部中心村 Caterville 开设按摩院 因多次到银行存款 都在万元以下 引起国税局注意并展开调查 调查后发现 他的收入虽来自经营按摩院 但他有意逃避联邦1万元以上存款 必须申报的反洗钱规定 将现金分成多笔存款存入银行 该案在2016年3月4日开庭 这位华人被裁定触犯 有计划金融交易罪名成立 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 有位中国的知名导演 也是因为这个事情 惹上了很大的麻烦 在2011年4月到2012年3月之间 该导演将总额46.44万美元的现金 分为50次 每次存款额度低于1万元 先后存入他和妻子 在美国4家银行开的6张银行卡账户中 随后被美国国税局 以涉嫌洗钱罪告上法庭 根据美国联邦法典的第5324节规定 任何人不得通过结构化拆分 Structuring的方式 逃避法律规定的金融记录报告 任何人如果涉及使用特定模式违法 并在12个月之内涉及10万美元非法活动 则面临罪行总收益的双倍 或最高10年刑期 或两者皆有 美国联邦国税局 便是依据上述法条 指控他涉嫌故意瞒报金融交易 Intended to evade the currency transaction Reporting Requirement 和涉嫌拆分现金交易 Structuring罪 该导演对刻意规避申报要求 进行现金拆分等国税局的指控认罪 直接存入银行 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账户就很容易被国税局盯上 2.如果每月存现金超四次时 银行系统就会自动标记 成为被关注人群 当你常年多次存款金额累计过大时 国税局就会来查 3.一年内存入现金超过10万 每次存入不超过1万美金 有可能触犯刑法 看存款人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为了规避申报 如果存款人的目的 就是为了规避申报 存款人会触犯法律 其实如果你的钱是合法收入 不要规避申报 大额资金的出入在北美 并不会受到限制 相反 本来是正当收入 也并无瞒报和逃税故意 不恰当的做法 反倒可能被美国税务机关 甚至警方和情报机构的反洗钱 反逃税机构盯上 惹来麻烦 4.怎样安置手上的现金 才不会有问题呢 1.每次存款低于2000美金 每月小额存款不超过4次 2.如果你有多于1万美金的 合法现金要存 不妨直接跟银行说清楚 诚实报备之后存入 3.跟熟人进行置换 把现金给朋友 他开支票给你 支票的存取是不会引来麻烦的 4.到邮局去购买现金支票 Money Order 分为国内现金支票和国际现金支票两种 不存在有效期 丢失还可以补办 美国国内现金支票最大面额为1000美金 每张收取1.6至2美元的费用 而国际支票最大面额为700美金 每张收取4.75美金的费用 你可以把国际支票寄给全世界任何人 在当地银行可以现金兑现 5.尽量避免车上携带大量现金 被警察查到时 很难向警察证明现金的来源及用途是正当的 今天的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